我就想說這個 你在國外吃中式餐館 一定比吃西餐貴嘛 難得旅遊嘛 那一碗飯白飯 你說兩歐 那個也是一定的嘛 對 然後所以我就聽了 就很生氣 然後就拿起那個桌子上 他們那個中式餐館 一定會附那個白色的塑膠的筷子 然後我就覺得很生氣 我覺得應該把怒氣 不要發在他身上 然後我就發洩到筷子身上 然後就這樣 我想說他不會斷 沒想到竟然就 啪 斷了 那斷了之後呢 我前夫就非常生氣 真的嗎 他沒有就安靜了嗎 沒有 他就對我開始 他開始覺得怎麼會有個女生 可以在餐廳裡面把筷子 生氣的折斷 他覺得這個女生 大概就很沒有休養或怎麼樣 然後而且他也很在意 就是其他的那個 就是服務員會怎麼看我們 他覺得這個客人竟然來 把筷子就這樣折斷 我覺得有時候 我要有點幽默感 如果是老公的話 給他四根筷子 跟他說團結力量